我们要简单的来看一下图的表示 图的第一种表示法 就是图结表示 当然有图结表示之前 我就随便给你画一个 但这个时候的话画就是图结了 要给出一个图 根据我们刚才的定义得这么给 V等于V1 V2 V3 V4 这是一个有穷顶念级 E我就简单的写了 别简单写了 V1 V3 V1 V4 V2 V3 就写这些得了 这个G等于V1 是我们根据定义给出来的一个图 现在说要表示它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图结表示 马上画出来呢 是不是很容易画 那你看V1 V2 V3 V4 每一个顶点画一个小圆圈 是吧 然后对着 V1 V3 V1 V4 V2 V3 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在前面我们讲关系的图表示的时候给过 是吧 第二种常用的表示方法 叫临接矩阵 那么临接矩阵 好不好写啊 好写我就不在黑板上写了 那就矩阵嘛 V1 V2 V3 V4 每一行也是 每一列也是这么对应的 是吧 然后如果这条边 V1 V3 那么V1 V3这个地方就写上1 没有的就是0 是吧 这也是一个波尔矩阵 所以这就是这个关系的临接矩阵 有了临接矩阵表示以后 我们要注意的是 那么上一礼拜我们已经开始做实验了 你就知道了 要没有这个 就给你一个这个 你去编程序好不好编啊 是不是啊 你看了 这就意思是 刚才说了图 以后你要搞这个专业 就经常要跟他打交道了 所谓的打交道 就是用图描述现实世界 在这个图上 对着现实世界的这个问题 解决 他所对应的那些技术问题 或者是一些应用问题 比如说要求一个最短路径 那你就得把它放到计算机里去 怎么放呢 就得用这个 所以实际上 接下来你们就知道了 要用计算机 去处理图里边的许多问题 就得有这种合适的表示 首先就是编程的这一块 再有一个呢 有了这些矩阵 那你就可以利用矩阵的一些相关理论 来研究图的性质了 是不是 之后你再回去想象一下 纯抽象的来讲 一个二元关系 有些什么性质 比如说我们要求他的臂包 而这一个二元关系呢 转到这里边 你一看 这就是个图 那么这次我在问你们了 你们求的那个穿的臂包 对到图上是个啥东西 原来抽象的在那说 传递臂包是 这是二是个二元关系 那么二并上二的平方 并并并 是吧 也会求了 也会编程了 现在好了 告诉你了 一个有穷系统上定义了一个二元关系 E E是二元关系 就可以求传递臂包吗 那这个E的传递臂包 直观的在这个图上是啥 要展开这个想象 这是一个图的表示